那這邊是我們修保留所 我們稱為USR的基地 因為這邊是最入口意向 最能夠保留文化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很請的是可以同意 我們在這邊這個提車場這邊的範圍 可以讓我們可以建築一個 我們這個新的一個學人宿舍 我們校方也承諾 在這個新的宿舍的新建上面 一定會跟新的建物能夠適當的融合 但而且也會改變這邊原有的這個樣貌 這個是大概我們校方在這個檢報裡面 大概會看到有好幾個方案 我們提出了好幾個方案 而且我們在目前的這幾個方案裡面 經過我們也不會影響鄰近的日照權 那這個是目前這個提車場旁邊的這個狀況 所以它其實本來是高榮臨利 但是我們想我們還是會維持原來的這個建物 那原來的這幾個建物 我們希望的是如果可以這位允許的話 我們希望把它舊建物遺地保存在原來的 這個停車場的範圍 讓它這裡原來它的這個街道文理的這個尺度 那行人宿舍的尺度可以維持 然後這旁邊可以有我們 我們政大唯一的最大的曲線 就是行人宿舍可以讓我們興建 其他的部分的整建 我們希望是可以得到委員的支持 市府的支持以及社區的支持 一起把我們這邊的畫難 可以把這個相關的這個歷史記憶 接到我們的生態環境都能夠保存下來 這是我們最終事務的請求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怨禮名的請 下一位怨禮名的請 麻煩我們的簡報 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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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文字委員 大家好 各位仙景 我代表那個 不是話來問心願景的造型 我叫陳書維 提報方跟各位報 那首先呢 我今天的報告 就是剛剛已經看到第四案的 四維堂自西樓 四維堂對於法蘭陳歷史借主的登錄 那我們認為法蘭新春更需要 陳歷史聚入借主的這個全區保護的部分 我們認為這樣更多豐富 政大的榮民風景 那接下來呢 我幫你下一張 我用陽光普照 就是這今年金毛獎的駐家導演 周孟宏先生的一個場景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 在星期天的時候 在《自由時報》的一個發言裡頭 周導演說 他當時拍攝陽光普照的時候 他花了很多的時間 找了一百多個地方 才找到了跨南行政 而且它是一個潤西的非常好的一個場地 他說現在保存下來的老房子實在是太少了 很多有清淡的老建築物都拆掉了 或許在舊校舍也不見得要拆 而且可以藉著修善校舍讓學生來上課 對歷史保存的觀念 我們現在是比較保留了 其實這一類的建築物公開 我們再度的重申就是說 這個其實很多 在很多人的期望 就是說 全區保留為什麼它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如果它是一個分割的部分 它的一個歷史場景真的會有變化 我相信在貨南行政已經不只是周孟宏導演 還有很多的藝術家 很多的攝影家 其實他們都在這個場域裡頭 我們前面展示的是政大的畢業生 全國學院的畢業生 他是一個攝影師 他在大稻埕用華南的場景 那是林輝英的一個 他用穿越的一個方式 做成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攝影的作品 而且在大稻埕引起很多的注意 那我相信如果全區保 如果是有一些變化的話 會有一些問題 那接下來我 麻煩下一章 接下來我想再度的提出 華南行政的一個文字價值 這個樹木無華的一個建築的特性 他反映了木柵的一個環境的特性 他絕對不是只是一個一般的樣式 他的建築群體 就像一個沒有化妝過的女人一樣 其實他不需要化妝也很漂亮 而且他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的工方 他的巷弄的配置 就是駐落群 在多次的文字委員等裡頭 都強調一個群的一個概念 若群的概念的一個破壞 其實對一個基地其實是有損的 接下來麻煩下面 下一張下一張 麻煩到那個 揚冒譜照再往下 麻煩再往下 對 再往下 對 好 那這是我們認為它是這麼樣的一個束縛無法 麻煩再下一張 好 那我再度的想要強調就是說 雖然所有權人這邊一直在強調說 不然其實所以已經沒有人居住 因為不復救死的記憶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這個責人的精神 其實一直在 所有的束縛的場景都還在 好 麻煩再幫我講 讓我講完 不要 不要 這個我們時間已經差遠了 可是剛剛進到這邊 其實有 我們可以在一分鐘 其實在裡面幾次有報告 我們會做幾分鐘 好 那下一位 萬一心理當務部 張靜健 請聲 主席 還有各位委員 還有總長 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 吳安 大家好 那個 很開心也很感激的今天又來到我們文字審議的場景 這個案子雖然說經過 又經過一般波折 又回到我們這次的文字審議 但是我覺得也在這一年當中 也 換人的這個文字審議 又進入到下一個層次 因為我們過去不斷的強調就是 換人心說可以捕捉我們政大的效史 而且它的建築的特色 以及這個跟在地居民之間的各種糾可 事實上也都是一個未來重塑的戰後 尤其是國民政府跟在地居民有關主力正義的部分 都是很好的故事 此外這個在我們畫的青春裡面的老教授們的各種故事 也都能夠堵捉我們在過去五年代六年代當中 這個政大的教授在台灣對於新興學者各種教導 都是很好歷史記憶 不過在這一年當中我發現 打給你幫助的這個媒體團隊越來越多 每次我都以為說是要來訪問禮長 不過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跟我講說他們要這個採訪發展 那這當中除了就是非常可惜的也非常遺憾 張奶奶這裡面的原住戶 張奶奶她也就是在之前的保存過的當中 雖然說故事 可是故事不斷的傳開了之後 非常多的團隊 包括是最近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的團隊 也前來畫了青春做設理 他們希望說可以讓這樣這麼好這麼好的 這麼美好的一個建築物跟附近的街道 景色可以保存在等下當中 那所以我想的新的意義就是 換人青春不只是政大的話 也不只是萬星的換人 那其實是台北市的換人 甚至是全台灣的換人 那希望說我們可以維持全區保留 那最後是這個五秒鐘 因為不管不掉 全區保留代表的是一種 對於整個面積的情感 而且全區保留是我們目前來對換人青春的堅持 而且如果只是單單以法規來講的話 停車場的面積恐怕在未來的建築法規 可能也有很大很大的需要突破的地方 這邊以上的都請委員參考 謝謝 下一位 劉耀博雅 劉藝雅 主席 各位專家學生 還有鄭大的總長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員 劉耀博雅 今天來到這邊其實當然也是關心 我選區之內非常重要的一個文資保存的議題 那看到走到目前現在的進步 我一起看到今天所有的會議資料 其實我想今天大家對於換人青春 絕對具有我們國家投入資源 來繼續維護他的這樣一個文資的價值 應該是沒有爭議 沒有意義 那也許今天這個大家比較聚焦的部分 會是放在說他的未來應該要怎麼走 這才是今天我們大家談的重點 那我的意見其實非常的簡單 因為畢竟這塊土地目前屬於我們國家所有 那我們國家當然有各種不同的重要的行政目的 當然政大這個校方的經營也會是一個重要的目的 這個我不否認 但是如果說政大在用地上面有需求的話 是不是一定要運用到畫南青春這一塊地 我想這個是我們可以仔細來思考的 因為畢竟這個停車場的部分 如果說未來要做其他的開發其他的利用 應該也不是我們今天在這個會議上 就能夠想像出來他到底對畫南青春的 這個保存會有什麼樣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 所以我還是認為如果說在這個所謂保存上面 應該是要盡量大放 納入保護的範圍要盡量的大 那日後如果說我們管理機關 還想要怎麼樣再來利用的話 一些都可以再討論 但是如果說一開始 納入保護的範圍就不夠大的話 那或許這個才會成為之後最大的困擾或是隱憂 所以我的意見是我比較傾向支持 在我們今天討論的時候 還是盡量的應該要把包括停車場的完整的範圍 也都納入我們的聚落建築的範圍裡面 那當然也保留了未來管理機關提出他其他的需求 然後再討論要怎麼樣發展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這會是一個比較周全的方式 那也能夠兼顧我們紫保存 跟我們國家其他重要的教育發展目的 以上是我的意見 謝謝 下一位解書可以議員辦公室 主席各位委員 還有歡迎這個案子的 我們正在附近的討論居大安 大家好 在表演出的議員這邊有一幾點建議 我想意識學家卡爾純 意識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 我們也看到從去年到現在 政大現在已經有提出了很多不一樣的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政大在保留的想法 已經有非常多的改變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要強調 因為就如同剛剛陳老師講的 我們當初金馬導演鍾夢宏 我們來看到這塊地方 他為什麼沒有選海大的青田田街 為什麼沒有選文州街 也沒有選斯大夫街的宿舍 正是因為我們政大換來西村這邊 它是一個非常完整保留的宿舍群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希望說 我們行為員們 依照這個我們對於聚落建築的認定 我們來看到這塊整個不管是停車場 或是他整塊的聚落群 我們都希望能夠完整的保留 因為如果沒有完整的保留 我們認為說這個文化的價值 必須會有所減損 然後我們 而且我們也認為說 現在這個案子有了一波三折 然後原本已經被認定了 現在又需要做調整 但我們認為行政程序上的一些認定 跟文資本身的價值認定 應該是可以脫解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邊可請委員們 重視地方團體的意見也請 我們也很感謝說 政大現在一直有在配合 我們希望接下來也能夠繼續 有一個良心的互動考慮 看看我們怎麼樣可以把整個 這個完整的荒南新增的建築 這個聚落群成為以後 我們未來對於所謂的聚落建築 為我們製作一個很好的典範 好 謝謝 下一位萬星願景團隊 楊先生 請掌握時間三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還有請答案 我這邊稍微有個影像生辭 公平會7月27號的一些意見 這個意見包含說 第一個 當時報理小工廠就做了合避 好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 工廠其中建築樣設的部分 當時是為了解決安置 淹水的教育員生活的數字和需求 所以我們可以帶很快速的 以加藏建築建築的建築形式 那我那個說明一下時間 那約會是於五十幾年 歐國太后 代理太后 對 五十幾年發育一個景點 那麼 所以五十一年下方就決定 清建子南聖莊 然後清建花南青春 然後那個建築物完成是五十三年一 五十三年三月就花年青春開過 所以這個中間有一年多的時間 可以選建築師 點到建築師的又很聰明的設計的時間 那第二個就是正來訪問了當年的設計建築師的蘇澤蘇建築師 蘇澤蘇建築師當時是一個成本教育 面積足夠持有 那建築的樣子 在當時來講是在用比較普遍的建築樣子 那我這邊再說明一下 蘇建築師的時間稍微晚一點 他是稍微發生性跟他後期 所以他會講一些當時的狀況 那我這邊是覺得說 這個建築是一個時代的風格 沒有說建築師講的沒有錯 所欲不諾 最以備的法追下來 那麼也是一個很敬意的事情 那麼這個建築來講 因為我們有進去設計 所以有說 我覺得那是一個生死屬於的 一個設計 一個簡約 很紮實 是一個高手做的設計 那麼當時 他開始就來贏任的人生 因為蔡國公在這時候當群床 不了解他 然後另外 這個後面 民生長的問題 民生長在地鐵圖上 在跟班的建築是同一頂地號 所以有相同的實施來過 那麼 這麼大理知道 環境內斗的能力的路在那裡 比較好其他的學校在那邊實施的組合 80位他是家庭創造 清水師三角的問題 然後RC作量跟RC便利 保健師比較容易 而且當時師傅做得很好 也很天然感謝政大 這麼多年來很用心的回憶 那政大局促進就 共存的建築就有非常高 有很多的新的事也出來 那麼 可是建議就是說 先進行民保存期再發展計畫 作為徵服器的民主 再做一下 稍微建議 其實我們底下還有期約 要做愛人說 那你自己的 遵守一下 其實今天時間已經超過很多 本來應該是12年 那如果有相同的 我想大概我們都知道 過去幾次你們都講得非常享受 我們大概都可以 請來自主張 請 主席各任主任委員大家好 我是你的壽民多樂賽的居務 想要表達幾點的心聲 一個我希望國防局能夠維持 本意將化的新春全區保守 因為這裡國防強制 已經有國防新團隊 對之前都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第二點 針對下方在 然後在平衡廠的新政宿 或者其餘地區 這塊基地其實太少 其實如果經驗高樓 會影響到我們居民的稅構成好處 並且如果我們附近的行程 會造成一層不一切 然後另外它的機械 會被氣也會造成一些空性 物管解流的進度 會造成影響我們居民的安逸 所以我們希望政大能夠 治癒溫溫溫然後保留社區 第三點 就是 政大一直以表達是以德文指上 要把文化南新春運作主上規劃 而且作為文化紀錄 以此保留學校的產品和價值 所以特國化南新春再到 也可以讓大家了解 政大可以來創造 原則跟專造建築之前 何的部位呢 最後一點 我們希望能夠基於社會公益 給下一代留下更多文化自我意願 我們是主張全區保留 才可以保留 才可以呈現整體的功耗 所以我們需要文化的支持 然後 謝謝你們 我們要請掌握 連夜的時間很難玩 現在會有說請 我們先生 蕭老師有請拜託 蕭老師 我們是支持全區保留的決議 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做了一些 爭取雙人多余的機會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在文化區的大文化地區的極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以及華盤大學的團隊 都有來參與 政大的校園整體環境的改善策略 透過畢業設計及 USR的這個計畫 來參與政大的種種活動 在這過程中跟政大建立了一個好好的關係 第二個部分就是 全區保留的策略 並不妨礙政大的整體發展 所以 我可以講一講 我可以講一講 事實上我們這很大 已經如此 我們今天只同意不同 所以我想這個沒有必要再這樣做 就是剛剛已經宣讀過 他好的大文已經報到體制 如果說你認為有特別的說不同意 可以講 既然他贏半分同意的 你還在講的話 沒有什麼意義的發問 謝謝學老師 然後我再繼續講一下 就是我們對於過去的過程 我們也找了非常多的老師 參與環境的調查 特別提出來就是 在政大校園裡面有過 除了有過高爾潘 有過蘇澤之外 還有修澤蘭 有張昌華 還有陳其寬 都有大量的建築物在校園內 其實今天通過的這次請到提唱 謝謝 那剩下的最後一位林啟盛先生 各位委員 師傅 各位 長官 大家好 我是政大政院的請辦 這個跨欄經濟的長官的單位 那這邊就是 曾經有關於剛才在跨欄的 這個民主廠經跨物這個範圍的部分 他的原因是因為是屬於必要的 或是今天這個原有 那這邊政大還是想在表達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透過這塊基地 能夠成為將來在 既有建築物在記憶保存 公存 以及再去咀嚼印象的過程當中 有一塊新舊 容可想像的附近 大家既可以滿足學校未來 剛剛我們總部長所報告 一定學人知識 交流 一些漢學家 以及跨欄原本的大事成團 這樣的精神以外 我們在符合現況市府 法律的規定之下來進行發展 它既可以解決現在學校 學人的這些事件的物理不足 以及我們既有學人使用空間 也精進地保存 那我們需要有一些 另外的一些的基地 就是這塊空地來結合跨欄的精神 來滿足相關的 基地成團的這樣的空間 希望能夠在跨欄的範圍之外 能夠保留彈性 同時它在歷史記憶上面 因為它也在大事之前的交流互動 或是居住使用的形態 以及在入境的這些過程當中 它是屬於在地理區位上 比較多垂的範圍 所以它在年齡性是比較弱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樣的旅遊 能夠把它畫在範圍之外 成為一個新的發展的土地 那結合未來這個地區畫定之後 能夠有一個新的發展的機會 來上台的報告 謝謝 謝謝 一向發言 好 這個背景的出發言 我先再講一下 這一次 哇 不起床 它的聚落 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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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事實上它有 它有盡的 但是它的在地有拍手 各位以為還沒有 有位上 沒有的話我們就記住 我再宣佈一下 剛剛周川橋的隊伍修官 我們十二位委員主席 四人不同意 八人同意 四人不同意 已經達到同意大陸上 建議同意 但這個同意 不分下 小姐 我都不過 韓國 請 各位委員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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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放案是不那案子 其實很簡單 但是要提醒溫好庇護 上次會被國委 我們今天重投 第一個 你們上次為公告表決人數 第二個 你們在過程當中 文資價值評估 不完整 這個都要 第三個 就是關於放隔的事情 政大竟然是訴求 我不要放隔的事情 但是我馬上就決定放隔的事情 而這個案子的理由 數目 才能夠去回顧 那個博文的道理 的方法